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战神2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三集 我是310 那么上一次呢是打到了这个提风的大牢那儿 那么咱们这一集呢接着看 也是隔了好久没有更新视频啊 一直是在更新一些这个课间餐视频对吧 这次呢给大家迎来一顿正餐 战神2 好这边呢我本来是想这个跳到空中用那个蝙蝠往下砸去砸那个牛 那个要是砸到的话攻击力是非常可观的 可惜这个没有砸到啊 那没有砸到怎么办呢 那只能硬打了 这边这个牛二代呢没有像一代那么水了 可以空中三个头肌直接连死 不能空中直接连死呢 咱们就分三次挑空 然后把它连死 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搞定用圆圈头去搞定他呢有额外的25点红魂 然后还有一些绿魂奖励还是不错的 咱们还有一半HP这个绿魂宝箱咱们就无视了 好前面有一个这个红魂宝箱 然后这里这个铁龙的是可以打掉的 打掉以后呢 咱们亏夜就可以顺着这个绳索滑下去 这里按阿一呢就会回来 当然这个时候不推荐大家按 这个过去啥事也没干就回来 那没什么意思 然后继续往前走呢 走出这个像鬼门关一样的地方 外面呢就是这个大雪纷飞啊 这样可以看到这边远处呢 有这样一只石头做的大手 然后上面有一只这个白色的大鸟 其实有点像攻击 然后这里咱们先到左边把这个弓箭手给打下来 打下来以后呢 利用弓箭手这个抓住他以后按方块投机 扔出去以后撞这个牛 这样的话这个攻击力还是非常高的 可以看到一下子就把牛也砸死了 旁边那个弓箭手也干掉了 包括把这个架子也可以打塌下了 所以说哎这个投机抓住敌人以后按方块扔出去 这招是非常实用的 特别是在人多的时候 好这里咱们开一下这个绿魂宝箱补给 再开这个红魂宝箱 然后顺着这个铁链条跳下去 好走到这里呢就会出发剧情 可以看到这边是普罗米修斯 被这个大鸟在那儿啄 大鸟过来看到奎也过来就走掉了 特别战神啊 你居然还活着 我和神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是谁让你遭受这样的苦难 是宙斯 我唯一犯的罪呢就是向人类伸出了援助之手 我偷了奥林匹斯的圣火到了凡间 宙斯 他认为我背叛了他 作为惩罚呢 他把我贬到了凡间 并且爱惩罚我把我绑在这儿 每天白天的都被这个老鹰给啄 但是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 我的这些伤口都会自动愈合 我在这儿已经待了多久了 我承受这种折磨已经多久了 我真的是已经记不清了 这个时候好像是假死一样休克了 这里看到他的伤口非常神奇的愈合了 突然又姓春哥复活了 他说啊 求求你斯巴达之魂 把我从这个折磨当中解救出来吧 他说这种话呢 就是欠抽 咱们上去抽他 就可以把他打的这样挂在这儿 但是不能进一步把他打下去了 他说我必须掉到那个奥林匹斯圣火里头 这样的话我才能获得彻底的铁拖 好 这里咱们顺着这个铁链条爬下去 当然也不用老老实实往下滑 这个跳一下也是可以的 他在不断重复的那几句话 好 这里提示我们接下来的路 要去这个地方 那么普罗米修斯呢 也是这个泰坦族的成员之一 那为什么说其他泰坦这么大 他长这么小呢 这个我估计就是因为他被贬 贬到凡间变成凡人了 刚才说的 那他有一个弟弟 他的弟弟是谁呢 就是厄比莫修斯 厄比莫修斯在战神三当中是登场过的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开场的时候吧 有一个泰坦往这个宙斯上头的这个神庙 扔了块石头对吧 那个家伙就是厄比莫修斯 也非常二的家伙 这个普罗米修斯呢 传说当中是创造了人类啊 和雅典娜一起 然后他又是非常庇护这个人类 跟宙斯反抗 所以宙斯也看他非常不爽 然后宙斯不想给人类圣火呢 这个普罗米修斯又把这个太阳马车上的圣火 给他偷下来给人类 结果宙斯实在是忍不住发飙了 就把他给钉在了这个山崖上 好像叫高加索山吧 哎这样做山上 他每天让这个老鹰来啄他 晚上又这个伤口长好 就这样不断重复 当然实际上把他救出来的是这个大力神海格利斯 哎不是咱们奎也 哎这里刚才看到这个角落里头有一颗这个石化之眼 哎这里跳的时候要注意站位 这样的话直接跳上去可以压死两个 刚才那个石化之眼大家应该都能捡到吧 这个非常非常明显 那这个普罗米修斯和厄比莫修斯呢 还关系到那个潘多拉盒子的这个传说 哎就是宙斯想惩罚人类嘛 把这个潘多拉带着盒子赐给人类 然后呢 潘多拉就哎 这边有一个这个关着的门 这个门怎么打开呢 先顺着这个绳子滑回去 然后再阿姨飞回来就可以打开了 当然你不一定要像我这样这么快过来 但是太慢也是不行的 这个门会关上 哎这个当年潘多拉也是嫁给了这个厄比莫修斯 这普罗米修斯告诫他弟弟 哎 宙斯给的什么东西都不能要 结果这个厄比莫修斯被这个潘多拉给迷住了 就过来就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 好这里碰到了这个第一次碰到石化女妖吧 美兜莎 现在的美兜莎那比较弱 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石化的这个光线照的时间非常短 这个重击是可以打断他的 这下没打断 两次翻滚 他的这个石化光线基本就放完了 这个美兜莎发出叫声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他要攻击了 哎这个时候可以无视他的这个石化光线上去直接抓 节省一些时间 好 接下来刷了两条 那么现在咱们是没有那个黄金羊毛的反弹 哎这个就打起来非常非常郁闷了 有了这个金羊毛以后呢 这个美兜莎就是咱们的朋友了 有了这个美兜莎其他敌人都会变得非常容易对付 包括他自己 而且这个石化光线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反弹的 这个判定比较宽松 好这里可以利用这个美兜莎的石化光线 这个照一下那些空中的蝙蝠 让他们这个误伤一下 掉下来呢摔碎是有15点红纹额外奖励 好这边跟他们周旋一下 这两条美兜莎这场战斗还是挺有点难度的 好这里被这个鸟啄了 这个左右推这个左摇杆就可以挣脱 顺便把这个鸟也给撕碎 这边干掉一条美兜莎呢战斗会变得轻松一些 好这里还有一只鸟 哎这边没抓到 还被他啄了一下 悲剧 两次翻滚就OK 在这种大场地作战的话 方块前面全部挥空最后一下打到这个敌人 这招还是比较好用的 好最后这条美兜莎也干掉了 这场战斗真的是打得非常窘啊 也花了不少时间 好这边把这个发光的石柱给他打碎 就可以继续前进了 哎前面听到提风的声音了 他说你给我滚出去 走私的仆人 好这里红魂宝箱开掉 绿魂宝箱留着 哎其实开掉也无所谓了 推荐大家这个玩到这的时候 如果说HP比较少的话 还是开掉 然后这里看到提风 他的左眼呢 是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咱们的目的就是这个东西 要把他给取下来 虎口拔牙啊 好这里这个东西石柱呢 是可以躲下他的这个吹气空姿 这边翻滚这个方向对的不是很准 好这里先躲一下 抓一只鸟 然后再继续翻滚 哎这边又悲剧了 好在这个角落里呢 把这些鸟全部干掉 要是你被他吹下去 挂在悬崖边的时候 被鸟啄一下 你就悲剧了 还是把这些鸟全部解决掉 要比较安全一点 好好像全部解决了吧 这里就可以继续前进了 好到这个地方呢 先不着急去打那块石板 先跑到这里来 把这三个这个百度点 也就是空中这个可以勾索 档的这个点给他引出来 引出来以后呢 原路返回 这里呢给大家演示一个bug 也就是战神2比较著名的 这个无限魔法bug 好咱们还是一路原路返回 那这个走重复路比较无聊 咱们说一说这个提风吧 提风这家伙呢 哎呀呀呀 这个比较久 大家没看见啊 这个提风这家伙呢 是盖亚的 也是盖亚的一个小儿子 好这里走到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百度点上这样荡一下 再跳回来 在原路过去 这样荡一下以后呢 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一会儿这个魔法会无限 然后这个提风呢 也是盖亚的这个小儿子 他曾经也是跟宙斯大战 多少多少回合的 也是个挺牛叉的人 而且他的这个英文名字呢 跟台风是一个词 也就是他这个掌管风暴 那么可以看到他这个口说攻击 也是非常厉害 好这个东西把闪光的石块打碎呢 就可以把这个石柱给推过去 搭桥 然后你一踏上那座桥呢 他就会停止吹气 然后这个提风呢 他作为一个怪兽之王啊 也是生了一大堆子女 这个子女呢 以怪兽居多啊 基本上都是怪兽 比如说这个地狱三头卷 Cerbrus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还有这个九头蛇 Hydra 许德拉 这也是战神一的boss之一 好这里咱们按下R1呢 就可以过去把他眼睛里的 这把弓箭给取出来 那么他还有什么子女呢 想想看哈 还有这个尸身人面兽 Sphinx 这也是非常有名的怪兽吧 那么还有谁呢 这边其实我们拿到了弓箭 叫提风之灾 那么咱们先设这个提风设计箭 以后呢 他就会这个暂时停止吹气 咱们就可以远路回去了 这个提风 还有谁是他的子女 我想想看哈 一下子有点记不清了 反正挺多的啊 对 还有那个尼米亚之狮 就是那个 战神三里头 海格利斯提到的 他的十二项丰功伟计 干掉了这个尼米亚狮子 把他这个 做成了这个拳套 当然还有这个女妖戈尔弓 也就是蛇发女妖 咱们刚刚打过 这个戈尔弓也是他的子女 当然关于美杜莎和戈尔弓的这个故事呢 咱们打到 这个美杜莎boss 也就是那个 欧绿亚勒的时候 咱们再慢慢讲 好像那个 阴神女妖哈比也是他的孩子吧 好 这里先不着急 过去 先把远处的那几个弓箭手给解决掉 这里hp不多了 打得谨慎一点 怂一下 这边的敌人一般一般是两件到三件 设得准的话两件就OK了 保险几件放三件 好 那么把这个地方打通 把路打通以后呢 先不着急过去 先到这个地方 这个算是一个隐藏地点吧 那么到这里呢 因为是咱们魔法无限 对吧 所以说可以在这儿杀一些这个杂兵 这边的杂兵呢 是无限刷的 只要一直这样使用弓箭攻击呢 就可以一直这样刷下去 那可以刷到大量的红魂 虽然说这个杂兵被杀了一部分以后呢 它就会停止掉红魂了 但是我们知道连击术 这个打上去以后 也可以看到现在已经不怎么掉红魂了 但是这个连击术还是有奖励的 大家如果想在这里刷呢 可以看到 我这边已经刷到了 1999 马上就2000连了 那如果说大家是像我这样长期在这儿刷的话呢 推荐大家刷到2000连 这样的话可以获得2100多一点的红魂 还是数量还是非常可观的 当然时间大概也要花个15分钟样子 然后如果说大家是短期在这儿刷一会就走的话呢 推荐大家每刷到100连击就故意断连一次 这样的话这个前100连击是可以获得65点红魂 比这个100连击到200连击的这个红魂奖励要多得多 所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 每次打到100连击就故意中断连击 这样四五个回合呢 大家基本上也就刷页了 就可以走了 这边可以看到100连击 又讲了20点 一共是讲到65点 咱们这儿不玩了 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把这个敌人抓住以后 用方块扔出去扔到那火堆上 大概扔个七八个敌人上去以后呢 这个火堆就会把周围的这个冰块融化 露出这个四个宝箱 这就是咱们的目的 在这个冰块融化之前呢 这个杂冰都是无限刷的 等这个冰块一融化呢 这个杂冰就不刷了 那这边还可以同时解掉一个PS3的奖杯 如果说大家玩的是PS3版的 是这个500连击的这样一个奖杯 在这儿接也是不错的 好这边这个打的时候都谨慎一点 咱们只有一丝HP了 好这里尽量尽量多使用这个圆圈以后 接三角的这个终结剂 效率不错 而且可以每个敌人获得五点的额外红魂奖励 好这里是拿到了第二根这个凤凰羽毛 凤凰羽毛同样是收集其六根呢 就可以增加一次生命槽 那个魔法槽的上限 那蛇发女妖之眼呢 是这个六颗以后增加血槽上限 好这边三个红魂 加一个这个珍贵宝箱都打开以后呢 就可以远路走了 这边用三个百度点 到对面 然后这里有一大堆碎石头 这些碎石头里面还是有不少红魂的 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 把这里的石头全部打碎 好全部打碎以后就可以继续前进了 好这里回来以后这个绿魂宝箱一定要开了 再不开不行啊 那么这边这个存档点 咱们存一下档毕竟说是刷了这个非常长时间的 这个这个红魂啊 所以说不能功亏一篑 然后大家如果说 当然这个中间的过程我是切掉了 大家看这个会比较无聊的 反正我大概刷了15分钟到20分钟样子吧 好现在可以看到是魔法无限的 因为刚才触发了bug 那么这一段会一直魔法无限 直到打那个马车的boss 获得第二个神力 克罗诺斯之怒 在这个之前呢 一直是魔法无限 这样的话打马车会非常轻松快捷 好这里的绿魂蓝魂宝箱咱们就无视了 好这边呢 先不着急往左边走 先往下面走 现在咱们有弓箭能力呢 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把这个铁笼子给他射破 然后通过这个百度点过来呢 留两个宝箱 一个是红魂 还有一个呢 就是蛇发女妖之眼 已经四颗了 还差两颗 然后这边呢 往上面走 往左边走都是可以的 时间上也并不差太多 随便大家吧 那么我这里选择的是往上走 把这个东西射掉以后呢 利用这个百度点过来 这个往下面走呢 就是跟刚才走过的路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咱们尽量多走点不一样的路 好这边有了弓箭呢 就可以把这个普罗米修斯给射下来了 好在这个战神当中 是咱们奎也把这个普罗米修斯给救了 那实际上是这个海格利斯 当然海格利斯也没有让普罗米修斯掉到火里去 是把他真的是救走了 那这边普罗米修斯被烧焦以后呢 盖亚说话了 他说你已经把普罗米修斯从从这个苦难当中解救出来了 他的肉体呢 玷污了这个号林匹斯的生活 这同时呢 也体现了泰坦的神力 他的这些灰烬会带给你这个无穷的力量 拿着这力量 使用他来打败拦路的这些怪兽吧 好咱们这边呢 就获得了一个新的能力 同时刚才这个普罗米修斯一掉下来呢 那边呢这个铁链条也是拉直了 咱们可以爬着这个铁链条远路返回 好这里提示咱们获得了这个泰坦之怒也就是爆气 爆气呢同样还是按L3和R3一起按 但是这次这个有所不同和一代 就是这个这个爆气呢随时都可以使用 不是随时都可以使用 就是说用不着满就能使用 大概过一半多就可以爆气了 而且爆气再按一下L3加R3是可以关掉的 这个是比一代这个人性化了很多 好这个爆气其实我用的不多 因为不到这个万不得已吧 是基本上是不用的 好这边的这个牛呢就多利用敌人这样扔 这个攻击力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可以看到虽然他的防住了 但是还是出这个QT提示了 说明他这个防御也是会少血的 OK用QT干掉他呢 25点额外红魂奖励和一对绿魂入手 然后这些敌人呢同样是用这个圆拳抓住以后三脚 直接干掉那片那五点的额外红魂 好这里可以把这个箱子给射破 然后顺着这个绳索给爬上去 好跳到这边呢 要沿着这边的台阶这样跳上去 然后这里有两个隐藏地点 一个是这里这个铁链条 大家可能跳的时候对不太准 跟大家讲一个技巧 也就是离远一点起跳 这样会比较好抓一点 你不要站在悬崖边上起跳 那很容易跳偏的 而且跳偏万一没抓到就直接掉下去摔死了 非常不划算 好这里获得三个宝箱 两个是红魂 一个是蛇发 这个石化之眼 好再沿着这个铁链条爬上去 这个铁链条原地起跳就可以了 大家不要乱跳 这个地方是很容易掉下去摔死的 好那么过了这个地方呢 再到这里 这个一上一下都是这个隐藏道路 这边爬上来呢 沿着这个石壁来到这里 也是三个宝箱 一个是红魂 一个是红魂和蓝魂的混合 还有一个呢 就是凤凰羽毛 咱们凤凰羽毛是三根 石化之眼是五颗 那估计下一级里头 这个血槽和魔法槽都可以增加上限了 那么这边呢 沿着这个铁链条爬过去 中途可以用左摇摇杆加X来加速 然后三角形呢 就是这样 五下可以干掉一个敌人 那这边踢走了 那他过来缠我们呢 就这个左摇杆连推 离他近一点 先踢他一下 让他出现硬直 然后再往前爬一步 这个用圆圈把它干掉 这个铁链上面只有三个敌人 然后落回到这里呢 这边可以看到多了一个黄魂宝箱 那么咱们先爆气 把这个铁门给打掉 这个铁门是一定要爆气才能打掉的 再开这个宝箱 那这个宝箱里头呢 是黄魂 黄魂就是补这个爆气槽的 这样咱们爆气槽又满了 好这边又出现三个敌人 咱们可以远距离宫箱 咱们可以远距离宫箱射一下 在这个圆圈抓住以后 三脚战神二这个抓人好像 没有战神一 这个可以看到经常抓空 难道是我技术退步了吗 真是悲剧 好阿姨飞过去 那么在前头呢 就是上次存过档的这个存档点 不过这次又会刷新敌人 而且就在这个存档点旁边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合理的 像一般来说 这个存档点旁边都是绝对安全的 对吧 大家玩过神话都很有经验 存档点旁边居然这个连续刷这么多杂兵 有点奇怪 咱们把这个杂兵干掉 存一下档呢 这一次的节目也就差不多了 大家不要看只有 这个26分钟啊 实际上我打了40多分钟了 将近50分钟了 中间这个刷红魂的给去掉了 那为什么要刷红魂呢 以后再告诉大家 好存下档 那么第三集也是这个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